一代過門何鎔馨的足球世界 你回來了嗎? 當然,趕著回來,打歐聯 說節目名是不同的,有以前銷量的風範 可能比他更好 更加響亮 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球隊 給我響亮,興哥今天,你聲音行不行? 昨晚好像熬了東西 熬了東西,熬了東西,原因大家知道是甚麼? 又是蜜蜂兵團 不是,即是黃色,你別冒充 不是你這個王 那個王是小蜜蜂,多蒙特 歐聯的常客,昨晚是… 你說算不算包冷? 不算 直到現在的環境是 semi-final 應該沒有甚麼說 誰贏都不是包冷 不算是嗎? 所以我多夢得贏 所以四強賽踢了三場 大家其實那個比數都是咬得緊的 包緊? 是呀,咬得緊的 插開一點點題外話,興哥 四大聯賽 四大聯賽我們都經常批評 發甲是薯仔田的比賽 即是不排氣的 果然昨天就得甲的勁女 因為他叫做勁女 就贏了巴黎人 巴黎的準冠軍 今年 不是,還有一題 準冠軍 不是準,是準 準冠軍 所以來說,不是冷門 優勝劣敗 我也說了 四強賽哪有冷、滿、熱、滿 你臨場發揮不好,別人發揮好 沒人去拳贏 即是見到上一場 多夢特主場1比0 今次作客 亦都是只贏一粒 我覺得他教練的布置相當好 今天球員的鬥志拼筋 亦都相當值得欣賞 因為我熬眼睡眠,喉嚨都閃了 今晚還有一場熬 今晚還有一場熬 今晚很難熬 王馬對拜仁 兩對我都喜歡 又是世紀之戰 兩對我都喜歡 不可以說世紀之戰 即是年度之戰 這些球我們剛才提過 四大聯賽 現在只剩下德國 現在只叫德國 入最後決賽 小蜜蜂 今晚就是王馬 西班牙 就是德國之爭 因為你拜仁 拜仁又是德國的勁 因為今年他拿不到冠軍 第二 第二 決賽時 兩對德國 兩對德國 不出奇 我覺得不出奇也不是爆爛 沒有 拜仁又是爆爛 入到這個階段 沒有這樣的實力 怎麼進去 沒錯 所以很多人說 很意外 哪隊贏了哪隊輸了 但入到這個階段 沒有 沒有 你又是第幾場 第幾強一路 小組賽 入到淘汰賽 還有經過你聯賽 長途賽 那就是 入到這些 沒有一隊是弱的 我覺得昨天小蜜蜂 真是翁翁翁 真是整班球員的鬥志 還有教練的部署 我覺得是很欣賞 即是你看這些歐洲球 我們經常都 歐洲球比 歐洲球可以這樣說 叫做全球世界之瘋 當然你南美球 不可以跟它類比 但歐洲球的節奏明快 如果我們看歐洲球 昨晚如果你有看 小蜜蜂那些球 你會看到它 十上十落 十上十落 最少也有九個回來了 即是留一件在上面 是 最少也有九個 真是 他們的 你沒有這樣的鬥志 精神 你哪有可能做到 教練吩咐 但又不是 贏球之後 全部九零一縮後面 沒有 沒有 它簡直是中場 還有後防要推前一點 叫重兵 重兵 看著你們 想說得中場又得天下 是呀 你沒有中場 做玻璃 你又防守 又中場開 就要做好防守 看看今晚 今晚就是西班牙對德國 王馬就是西甲的準冠軍 對德國的第二 看下他們今晚 看誰能夠 第一回合是幾比幾 二比二 二比二打和 那場球我便有看 英國 大人主場 在電視機看 都覺得非常刺激 是嗎 今晚你就是王馬主場 是 看看德國 拜仁過去挑機 哈利簡 又沒有機 興哥 你怎麼看今晚的一場 你猜哪隊機會大一點 很難猜 你傳統得甲品 傳統是 但現在很難 拜仁今屆好像失色了少少 失色了少少 但失色 難船就三分廳 喜歡 不然會打到你這個階段 是啊 看看 你其他有哪隊 英超萬城那些都死亡了 死亡了 所以今晚你不猜 不猜 是的 我又是打感情球 王馬 是 王馬 你知道了 勝利球迷 不是 兩隊我都喜歡 我猜哪隊 這場我覺得是難猜 主場的青鮮 主場的青鮮 打幾場球都是打王 說回昨晚的球 為何背後要放這些照片 這兩個都是 別人的氣象 不要的 一個是新組 新組 即是我們叫 山草 廣播 即是NOW叫做山草 但一般 其他傳媒是新組的 上個星期 他贏了一比零 主場贏一比零之後 當蒙特就在他的官方社交媒體上 宣傳 有人欠新組一個道歉 宋先生 我當然明白 我欠他的道歉 我不請他吃飯 我連飯也沒有 不讓他吃 我給他一個讚 應該再要加油 這些就是再撈他 這些就是爭氣 踢爭氣球 這些就是爭氣 簡直這種侮辱 現在有人提議 曼聯收回來踢用 但新組已經說 我不回來了 我回來做甚麼 我的餐廳能夠進去 可以 現在教練不在 他就走了 不知道 不是 我簽了支持書 在曼聯 簽了一份書 叫他支持要留下 其他19隊球會 由球隊到球迷都希望留下 是呀 我簽了你的支持信 要留下奧拿拿 要留下坦克 其他誰不留也不要緊 這兩個一定要留 所以上一次水晶公立刻做事 另一位是謝翁去曼聯 曼聯 謝翁之後 紅鴻館又不要 這兩位 都是在多夢達 都去了多夢達 現在就踢到決賽 交代 你會否用銀 當然 英超不要那些 球員踢得開心 給你一條命 是嗎 是呀 你會否在這裏 你做教練 做領隊 我踢得不開心 這兩位留下英超 沒有機會踢歐聯 甚至不能踢決賽 阿仙奴也有一位前任隊長 沙家 去了德國 贏了冠軍 四大聯賽 哪個地區好看些 哪個地區 當然不可以作為比較的標準 昨天晚上入球功臣 興奉哥說他踢得錯 還有一個入球 他是老將來的 他十一年前 多夢達入決賽時 他都已經在陣 跟著又串了個去拜仁 現在回來有 今次帶領 現在又入決賽 是呀 那麽就得到 是呀 今晚還有一位 萬聯的氣將 又是踢決賽 踢準決賽 比林行 又是萬聯 不是萬聯 即是說沒有在英超發展 那麽別人不是在英超發展 對呀 人家早在皇馬高薪 已經是看重了一年 即是同志軍 人家也不想在英超發展 人家皇馬有眼光 你同志軍早已經是高架手扣你 沒錯 所以今晚 其實英超 老實說可能得罪很多人 我這樣說 你英超真是 沒有眼光 自吹自擂 自己是甚麼 兩個英超兵內控 哈里簡和比林涵 國家隊 國家隊 大家暫時就打和 暫時打和 當然傳媒就很喜歡 譬如說韓國球員的對碰 就比較孫興敏好些 還是王喜燦好些 昨晚巴黎人都有一個韓國球員 有有有 幾好 幾好 速度其實幾好 英超兵 在英國本土內 是否真的太多呢 去到出外比賽 這兩位都很突出 哈里簡和比林涵 英超球隊 不適用本土球員 沒有球隊正確的 我覺得 英超球員 不想是來英超 你明白嗎 你自己說你自己水準高 為何我不出去嘗試 是 沒錯 是嗎 還有別人高薪邀請 還有機會 一定出場 一定出場 是 我可以英超 我未必一定500分 可以出場 是 是嗎 是嗎 所以外放 魚不過糖 就不肥 沒錯 對的 即是高薪的球會 又未必用到他 中下中小型班的球隊 又請你不起 是嗎 所以你看到中下游球隊 包括水晶宮 富咸 狼 潘利茅夫 這些球隊 大部份 你會看到 我不是歧視 是有色的球員比較多 即是非洲球員 有些是 起頂級球會 年紀大了 再下去 就是踢餘下的光輝 我們這個餘下 即是這個餘暉 看看他會不會繼續 在決賽可以繼續接躍 如果韓武斯到時決賽 取冠軍 我想是完美的結局 完美的結局 一收山 他知道是甚麼手機 是否在賣廣告 真的 他已經年紀不少 剛才說了四大聯賽 今晚希望自私地說 皇馬就入局 不要說兩支德國冠軍 爭冠軍 得西之戰 接著下來 明晚 就是歐洲賽 歐霸 唉 是 是 亞特蘭大對馬賽 利華古順對羅馬 這個可能大家感覺是 像一級 利華古順 德格冠軍 到目前為止都是不敗 包括在歐 起歐霸杯都是不敗 敗了就不會 現在入到四強 現在大家看看 可以再走多少步 因為不敗紀錄 會否說 在德格 是不敗之身拿冠軍 還有在歐洲賽裏面 都是一路殺到拿半關 希望利華古順順利過關 對戰就是馬賽 所以我希望結局是這樣的 是嗎 是 好了 歐協聯 歐協聯 被人再雞勒 已經是雞勒 已經是雞勒 維拉已經沒甚麼可以好爭 因為今年已經坐定 雞勒 布魯逸 貝倫天拿 興哥你多久沒提過這些球隊 看報紙有的 歐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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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久沒有提這些球會 是 很久沒有 當然 以中型班來說 以踢歐洲賽為目標競爭 但我們形容雞勒來說 因為他已經算是歐洲賽裏面 第三級之戰 所以球員亦希望借著歐洲賽 有更多球會對他注意 布魯逸對菲律天拿 不是 我們先說說維拉 第一場的紀錄 輸4球 輸2比4 輸4顆 你猜不到 是呀 那隊是奧倫比亞的高師 就是了 然後回來 對巴拉頓又輸 大家以為是流力 但是流力之後那一場 那些力都未出回來 這些就是 涉嫌打架球 他先贏了 阿仙奴線 接著就去打歐歐 就輸了 所以這個歐洲賽 大家看完 接下來每晚都有 接著我們是說甚麼呢 剛才你說了 四辣連賽 是呀 黃馬拿冠軍 是呀 因為本來 數字上有些搶的巴塞 就輸了球 輸給第二的紀錄立 輸給紀錄立 就是4比2 令紀錄立 就是暫時第二位 但是和這兩隊 第二、第三都已經無緣 和這個 沒有機會和黃馬爭冠軍了 因為分數已經夠納 一十幾分 是的 所以黃馬就提早落 四輪 拿了冠軍 這裡恭喜黃馬 但是第二的紀錄立 其實在今季來說 奇兵突出 即是沒有人想到他拿球 他是年輕 他是班球員年輕 速度快 真是速度快 他不是想著贏 想著輸 所以落場 他個個都是拼命 他還是領先了半季 這個真是不簡單 也要講實力 後備冰原板凳深度 所以後面就被黃馬追上來 沒有計算 巴塞 我們在上一集都講過 巴塞 大家覺得 拿第三分數差不多 因為那群 那群都是年輕人 有成績其實 不錯的 是的 不要太高 好過你馬體會 整天都是三三四四 不是做三做四 是嗎 所以下一季來說 巴塞我覺得 前一季都會跟黃馬有得爭 反而黃馬有幾個年紀大 不知退下來之後 有沒有更新 不會再踢的 應該是 你其他那些 其他奧斯都35 是 那有沒有接班人呢 就未知了 黃馬就恭喜他 四大聯賽 發甲 剛才說巴黎人準冠軍 準 為何準 因為數字上 排第二的摩托哥 還有機會追 數字上 但是你這樣說 你差不多就是冠軍的了 數字上 數字上 即是你巴黎贏多一場 或者你摩托哥是 摩托哥是 四大聯賽 講了兩隊 一隊就是黃馬 第二就是巴黎人 OK 其他不用說了 德甲又上次講過 爾甲也講過 爾甲也講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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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來講 歐洲賽裏面 在歐聯這四隊 必然有得打的 沒錯 這四隊就OK 好了 回來講英超 英超之前就講一下英冠 英冠 因為英冠已經看完了 英格蘭聯賽 英冠決定有三支球隊升班 英超三支降下來 三支升班上去 好了 鋼班那三隊是鐵膽 鐵膽 石飛聯、班尼和路頓 路頓是數字上 有機 數字上 但你心臨 表面數字上 你也有機會會降班 不過那天贏了石飛聯 幾乎是脫身 好了 講到升班三隊 他贏了石飛聯 真的很重要 是吧 如果你有什麼意欲 有什麼善失 就降班 給雷頓盾追回水 不是 可以把你降下來 是吧 這個我們 救病於扣分制度不公平 扣完再扣 看你拿些分數又扣一些 最慘的是 扣分不要緊要有一致性 你一致性 你對這個球會扣 對那個球會扣 ABCD 你麻煩同一情況一起扣 你突然間說這兩年之後 你就扣愛華頓 扣這個森林 萬成呢 車仔呢 車仔呢 說了多少年了 人家有錢搞嘛 大球會 沒有辦法 你求會仔 你車仔現在落難 俄羅斯油王走了 是賣了盤 賣了兩季 賣了兩季 你還不搞他 還不動他 現在不能動的 我們說回英冠 英冠升班呢 他們兩個是直升名額 就是頭兩名 理成 我們上個禮拜已經說了 理事成 業事遺志 第二 業事遺志 就是到現在 最一場的 先說 又拿到第二名額 第三名 列斯聯 就是責咬了 整個季 最後 沒用了 我們說回 他們的歷史別說了 免費時間了 三四五六 分別是 列斯聯 修咸頓 西布朗 和諾培治 這四隊球 過往都曾經在英超出現過 我講出現過而已 列斯來說他也封攻過 封攻一線 這四隊 就要打附加賽 三和六 四和五 主客制 打主客制 聖坊 聖坊 會爭最後一個席位 在五月二十六日 如果我沒有記錯 二十幾日 總之 爭完足中盃之後 第二天 他們在溫布萊 就爭聖坊 這場球 就有一場過了 一場過 有轉過 有 有轉過 在這個開 大家留意 已經公佈了嗎 公佈了嗎 內部通知 內部通知 剛才叫你 高程叫你 大家留意 我想香港球迷就是列斯會比較多些 我和興哥都是想列斯上來多些 李誠 我想他李誠上 李誠已經第一位 是 現在 富家賽裏面 我想很多都是希望列斯上來 沒錯 以這些地區球會 香港又搞地區球隊 這一個英格蘭 每一支球隊都是代表著每一個地區 都是代表著每一個地區 李斯特城很明顯是代表李斯特城 打得非常之不錯 大家最有深刻印象就是他童話式拿冠軍 是嗎 然後泰國老闆就聚機 直升機之外 好了 現在叫做肉火重生 看下明年 他亦都有位傳奇球員 華迪 華迪應該會隨隊升班 應該會做幕後的 做精神領袖 精神領袖 會否註冊 做英超 不會的 我相信一定會 應該都會的 應該都會的 所以我們拭目以待 是的 葉氏毅治 亦都因為贏了升班戰 就今個禮拜 今個禮拜 游流行游 就會 船游 是了 巴士巡游 秘密埔你不搞呢 我們搞 又不是游街 游城 是吧 我相信有關注的朋友都會知道 就是說 葉氏毅治亦都是一個紀錄 他就是連續升班的 升又升 好像只有幾隊球隊 是做到這個紀錄 他剛剛由英甲上來英冠 然後又立即升上英超 可以看到他們台前幕後的努力 沒錯 不簡單的 沒錯 大家不要以為為英超球隊 才是神雲鑽目 才是甚麼 葉氏毅治幕後 原來是英格蘭一位很出名的歌手 原來是他們的粉絲 我只是粉絲而已 我是老闆 好像以前屈福特 是誰 死事 是艾頓John 死事那個現在才上起第二段賽 英越 就是聲木以代 可能過兩三年之後 他會衝上來英冠 那不一定的 所以在英格蘭來說 足球是他們的日常生活 我們喜歡看足球來說 如果不懂得看英國球 又真是慘了 好像我們剛才宋先生說 幾大聯賽幾大聯賽 有人做過統計 幾大聯賽以入座率 以及受關注的程度來說 其實英冠是第五聯賽 是 英冠的收視率 入座率 入座率 收視率 這個轉播收視 其實是等於受歡迎程度 英冠是第五不是法國 是 英超 當球會有電視有轉播 但有受多冷制 英冠是BBC轉播 我想香港注意法國的聯賽 不太多人 一定少過德國以太利 我們說完 接著落到我們的重點 英超 英超這個星期 其實我們上次說 真的沒有甚麼特別的驚喜 再兩個星期就收獵了 當然英格蘭的球員總會 那些甚麼體育團體 就年度會選最佳球員 最佳領隊 球隊 現在率先公佈 是記者協會 記者協會 英格蘭足球記者協會 說明是足球記者 就不是體育記者 因為記者很廣泛 沒理由找過 講南球 講英國版球 足球記者協會 就不是體育記者協會 體育記者就可以包含很多 只是講足球的 這個足球記者協會選票選 年度最佳一球員 率先公佈了六位名單 得獎 在上星期五宣佈 實至名歸的當然就是霍頓 曼城的霍頓 曼城有兩位球員入選 當選 就是洛迪、蝦蘭迪斯 就是蝦蘭迪斯 阿仙奴都有兩位 Duncan Rice 和奧迪哥特 就是隊長 和十四號 第五名的屈堅師 好像有些去到第五名的屈堅師 彭馬我們留待會兒說 但第二和第四 迪勤懷斯 Rise 我們前幾集都說過 他不是不好 但不是太耀眼的球員 不是太突出 當然你說特出 我都非常同意今年是非常突出的 就是霍頓 我認為是霍頓和奧迪哥特 三爭 但現在奧迪哥特 是去到第四名 有些奇怪 會不會是因為他不是英格蘭人 我沒有關係 我覺得有的 有的 但上一屆 英格蘭口說沒有種族居士 上一屆 但六成多數票 你這樣是突出的 你是不能揮的 在去年來說 如果去年下人家不當選 那你英格蘭呢 盲眼的 是盲的 真的 我認為霍頓是無可置疑 無可置疑 我都說 應該是霍頓和奧迪哥特 之爭 就是公平一點 就沒什麼理由 Rise的票數很高 沒錯 現在很難說 每人一票 真的不知道他怎樣投獄 最離奇的 你會不會打球成問題 這份場 最離奇的一個 夏蘭特只得票 夏蘭特很明顯是聖誕後 即是欣傷之類 即是半季 今年是訊息了 這個事實 是傷後 那個狀態未長回來 迪布尼亞蘭特也是欣傷 是 結果就落選 長時記 傷患 這件事沒得說 但 我口心 那票不要給 你 這個叫做什麼 以前我們叫警察的傷心柴 給你票 暗票 大家都不知道 我們三個投票 我們都不知道誰投誰 至於 屈堅斯的表現 是否值得排第五 可能大家的印象不太深 因為維拉經常靠他贏球 靠他入球而贏球 靠他入球而贏球 所以他經常提供 你明白嗎 英國人 英國的記者是這樣的 多人提 又投票 阿興哥 你以前那年代 都有些 最佳球員 明星球員 明星球員的選舉 譬如朱浩先生 你覺不覺 浪費轎氣 但你覺不覺 防守球員永遠吃虧 當選的都是進攻球員 全部內定的 指定的 要浪費 我們這個名單上 我們見到都是 中前場 中前進攻球員 很少防守球員 會否不公平呢 當然不公平 金手套已經是誰拿了 你金手套還金手套 那是防守球員 等於足球先生 阿拉雅 阿拉雅最近這幾場 不幫我發溫 阿拉雅 有一個甩漏 因為失球最少是他 當然是他 他取 年度最佳來說 大家永遠集中 注意力在進攻球員 進攻中場 成功 贏球攻神 當然是甚麼 你沒有後面 龍門手不穩贏甚麼春球 那就給你最佳防守 防守全部走開 給別人任射 你找兩個龍門手都沒有用 阿拉雅 今年失球失球 最少就給阿拉雅 最近這兩三場有甩漏的 本來他是跟迫富特爭的 結果拉雅 因為clean seat多 拉雅拿最佳金手套 至於彭馬 我覺得在上名 都值得的 他真是踢頭 以車仔 今時今日這群球員來說 他算是突出的一個 那當然是突出 第一屆是競選 在曼城 他沒有正宣踢 他有這樣的表現 你還不想怎樣 霍頓整個型 Football of the year 2024 這裏我們看看彭馬 在上個禮拜的比賽 現在這群年輕人 我喜歡他們的態度 他們不會輸球發矛 你見到球品很好 OK 當然好 之前幾站我都稱讚哪個球員 霍頓已經是 整群人稱讚好 我一向都稱讚好 這三位英格蘭球員 應該會在今年的歐國 六輩是正選 這幾個都是 彭馬尼會爭位 要跟別人爭位 如果拆得那麼好 你都不給他們 不用爭位 這三個是邊緣正選 你真的不給他們正選 今天講的大家記住 我講的 這三個是邊緣正選 我給了電話收夫基 收夫基 那南閘聽不聽你說呢 但譬如霍頓和沙卡 大家的位置比較近 彭馬可以墮後一點 但沙卡和霍頓 好像會不會重複了 那你覺得沙卡會比霍頓好嗎 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 不覺得 別想了 我想令隊的教練 哪個狀態好就出標 是嗎 給你去踢 你踢得不好 那你 是啊 你都沒話說的 兩個都優質球員 兩個都在那裡成長 但今屆 今屆來計 似乎是霍頓的狀態 保持得比阿沙卡好 這個事實 我作為阿仙奴球迷 我也是這樣說的 他在前面的作用比較全面 是啊 你中場 如果你說你不錄 當然你在阿仙奴裡面 要跟阿奧隊比較 你是Duncan Rice排第二 但如果在英格蘭的國家隊來講 應該要落他做踢這個中場 就是彭馬 我們在這個禮拜賽事 你見到 他不是說得過死去 亦都不是死扭 他是可以製造 你用自己的腳法 製造一個空間 再傳球 再造球 是可以幫到隊友入球 所以我們這樣說 他現在越劇越好 是啊 你這六位球員入選 都是十字名歸的 當然排名的先後次序 我們都會 可能我了 你放對排第一 一定是無話可說的 無話可說的 所以來講 恭喜六位球員 因為剛才我們剛才說 再兩個星期英超就收電 希望他們這幾場 不要傷 在歐國盃有更加好的表現 唯一還有一件事 我們要寄望 就是麥隊長要盡快復出 應該可以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輸完給水晶宮之後 連續輸了兩三場球 萬聯就真是 是不是 萬聯我們就算了 只是怕是國家隊 是啊 我怕國家隊 我們經常說 麥隊長 我們就笑了兩三年 但我們笑之餘 我們輕說 國家隊表現完全是兩回事 那是甚麼問題 大家想吧 麥隊長今次不出 搞到甚麼 萬聯 萬聯出麥隊長 贏多輸少 最多是打和 他聰明了 不是經常都走上去 他安於墳 他人有進步 是啊 萬聯 即是昨晚 前晚 上一輪的英超賽事 裏面比較觸目 我覺得是爆冷 起碼我覺得是爆冷 水晶宮主場 你贏也不是問題 但你沒有贏 你四球 大哥 你算怎樣 不贏得你四球 四合意 我贏得少 不是壯主 不是壯主 打開 不是鼓勵別人去賭球 而是鼓球 馬會的網頁作為參考 讓我們鼓球 馬會開個盤口 竟然是水晶宮要釀萬聯 人家有眼光 你給了通 即是給了水 宋先生雖然你做John 你不是做John 我作為萬聯的半個支持者 你都買萬聯 是吧 你都買 洋波還不買萬聯 是吧 拿著兩球起手 才出場 那你就出場了 那你就出場了 昨天一早 我見到Facebook之類 大家都提一個名 卡斯米露 在這場波裏面 卡斯米露 即是被人家看到 被人家是 輪姦強姦這些字 即是出來了 即是被人家魚肉 但絕大部份 我不要說全部 沒有人同情他 不是 絕大部份的朋友 都說 他可憐 你根本就玩 他叫他踢那個位 這是此其一 即是責任不在我方 沒錯 此其一 當然還有他入了 即是有兩個烏龍波 是吧 很明顯的 那個波 第一個波你撞人家 撞龍門 肯定是淘汰你 你入也無用 這就無得爭議 兩個烏龍 所以都看到他企圖心 你以黑仔來說 你不知兩粒 三粒 第一個問題 為何找他踢這個位 興哥 你如果做教練 你現在這個情況 不是 教練 他是他教練 曼年教練 是坦克作主 坦克當時見過他 或是操練上 在地球時看到他可以 看到他可以 我只能這樣說 你當是聽過 當是老宋在那裏 講笑 講鬼話 我們國家隊都拿過龍門 出去踢前鋒 傳染前鋒 不是在幾分鐘 對 對 卡斯米勞 亦都可能吸收了 不可以傳染前鋒 是 龍門有教法 當然是可以 當然是可以 但問題來說 不是踢45分鐘 不是踢90分鐘 沒錯 可能是十多分鐘 找他上去搏 搏搏搏搏 搏搏搏 現在不是 龍門通常夠高 是夠高 但為何要排陣 為何要分龍門中場後衛 帶各司機其職 為何你守龍門呢 因為守龍門技術好 好過你踢前鋒 肯定是 為何不找中楚為守龍門 對 大哥 我踢前鋒也不錯 不錯 但打龍門你更好 對 這個問題 所以來說 坦克可能吸收了 我們國家隊教練的經驗 將卡斯米勞串演 但名字叫串演 他不是主力那範 你預備組 U23 U21 都有一批球員 是踢這些正宗的中堅位 踢這些正宗的中場位 你都不用 中堅六件 我當你全部相殺 我現在後備值 還有三個中堅的人 那些號碼七十幾號 那些 那些二十歲上 又不夠二十歲 有些二十歲 帶大家一點點回憶 利物浦 有幾個七十幾 六十幾 八十幾號的球員出來 個個都打起了 老虎仔 漫聯 難道沒有這些六十幾 八十幾 七十幾 現在七十幾 就是後備 他今場放了後備 坦克不夠膽用 是你說的 我覺得坦克很強 平哥 我想問問 有些觀眾說 卡斯米勞做可以防守 防守中場和中堅 踢法是否同 最後當然是不同 有甚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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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問問 怎樣是不同 踢中場後面還有人 沒錯 踢中堅後面只有六母 是 沒有命的 這樣已經不同了 有些人生理負擔 已經不同 有些人批評 很多做法都不同 都不同 因為防守中場 通常要踢得防一點 主動去防守 但中堅上去主動出擊 中場失去還有後防部位 是 即是你後面有人看著你 就是 你現在踢足球 卡斯米勞一失 後面阿娜娜就看著人 阿娜娜的球 阿娜娜 我真的覺得坦克外仗 真的無得頂 我發覺對著阿娜娜 你不要射她大位 你射她摘位 一定入 她幾球摘位 入 手忙腳亂 就來不及 即是去搜場 但如果搜短我就可以了 地球差就是人都知道 一早就知道 那兩個球 那球是滾過去的 走都走過去了 大哥 南兩步都到 你趕快做甚麼 看著她入 就是 撐她摘位 多數都入 你射她大位 你未必入 初初我以為她高球和半腰球都不錯 都幾好 原來犯犯都不行 好了 講回曼聯這場球 阿娜娜娜 露了底 都是曼聯這場球 卡斯米勞串演 即是那個罪人應該給她 我覺得不應該給她 所以昨天大家拿回紀錄 去嚇一下被人過 有甚麼 我不是踢到那個位 不如叫她踢龍門 踢龍門 踢龍門失這麼多球 笑她 你不是 不是那個位 你就不要被她踢到那裡 亦都有人笑曼聯 就說 因為她今年季初的時候 就在炒了隊衣 就在阿仙奴挖了隊衣過來 所以就該死 阿仙奴的隊衣 不是故意和你陰謀論嗎 以前日元賽狗 有呀 我們馬夫 馬夫 賽狗 那些狗夫怎樣 因為那些 有很多未割彈彈 抓牠下來的時候 車要抓牠下來的時候 蹦一蹦 踩踩踩 是不是這樣 等牠跑 放牠入籠那時 入籠那時 先捏牠 捏牠 有些觀眾可能年輕 跑狗這些 可能未聽過這些 沒有了 現在外國有很多地方 還有 所以你真是 曼聯今天如此地步 去到叫做第八位 不錯 不錯 即是未去到鋼班區 當然了 他的表現應該是 第八、第九 跟狼隊拍住差不多 但他在狼隊很多 即是如果現在的表現 延續下去 宋先生你很開心 不是 我對牠有些失望 為甚麼 傳統b4球隊 我們二十幾年看英超 傳統b4球隊 這是曼聯 阿仙奴 車厚斯 曼城都未入流 當年未人升上來的時候 傳統b4代 你見到曼聯今天這樣沉淪 大家都換了路 叫做明古屋八瓶 我們當年看著 雲家 在日本名古屋八瓶 轉過來 大家都想不到為何找他 來帶 這條狗 很有懷疑 誰不知這位教授 教授一教就教了十幾二十年 十八年 就將阿仙奴的王朝 一路越打就越好 當然他走了之後 你要重建這件事 是需要時間的 那我和曼聯一些朋友 那阿菲達都幾年了 幾年 我不覺得是重建 他建立的根基 是交給下一手 你交給下一手 都說創業容易 首業難 對不對 我們中國人這句老話 就真的很貼切 沒辦法 現在英超 你車仔走了 聽什麼呢 聽西班牙教練 西班牙教練 現在 艾美麗 艾美麗有料到 是嗎 你在阿士東維拉 玩了兩年三年 開始建立到這個形象 阿迪達接手 當日艾美麗在阿仙奴 接手 執包袱者 你重建是需要有些時間 所以我和曼聯的球迷講 和曼聯的支持者說 你給點時間坦克 給點時間雲高爾 給點時間莫天才 但他們大家沒有耐性 甚至是蘇B 甚至是蘇B 大哥 蘇B 每個月每個月的錢是這樣 蘇B帶著誠書最好 算好 然後就炒 精神領袖 他自己都感覺到 我能力去到這裏 有自知之明 雲高爾 這些老教頭 不差 對嗎 對嗎 所以說 坦克是否真的禁水 未必 是不是 未必 現在讓你看到就是禁水 你管治手法真的差 唯有 又是千錯萬錯 坦克不會錯 好 曼聯 我們趕下去 上星期有哪場球 值得我們提一下 慶哥 車仔兩場都贏 一場是2比0 贏二次 最精彩就是水晶東贏 曼聯4比0 剛剛說了 曼城對狼又如何看法 曼城 是 還未開球之前 我們是寄望和狼 就是太戲 可以捏一下 誰知道一踢落 完全不費 我們那位亞洲球員 都入了一顆 我們看到 一個行人就已經打死你 入4球 他理想不是4球 是 他們想是5球 很開心 入了4球之後 但這場球 反而傳媒的焦點 不是太大 他出來的時候 同樣這樣 你有沒有搞錯 我的目標是5球 6球 你看到 為何 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隱形 換我出來 哈哈 其實這個已經出了一場邊 有一個 阿興哥 這幾天都提 稱讚導演 攝影師 那些 大家看看嘴型 阿仁特 說什麼 我就是 呼呼 我呼氣 呼大氣 阿興哥你說 這個表情什麼時候出來的 我呼吸你 他一見到 我 換我老友 加利時 加利時 出來 他已經馬上第一時間 攝影師 攝影師 多厲害 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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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友 換霍頓酒 馬上 不是換客人酒 還沒換酒 他馬上 我第一句 有沒有夠兩賽 他 做球員 我的風術 我是否希望我入球 當然 還有十幾二十分鐘 這個老友 霍頓 幫到我手 當然 他輸送給我入球 霍頓換了 迪布尼 換了 80分鐘 一分鐘又換 迪布尼酒 然後再三分鐘又換馬上 然後再衝到教練 你有沒有九兩賽 不是 他在外面已經 屁股到暈了 接著兩分鐘 他離場兩分鐘 入球 如果不是可能五球 我搞的 是我的 五球 可能六球 全部他入球 就是 對不對 所以 他來說 是不滿 喂 又說我之前沒有球 又說怎樣又怎樣 我現在叫封信 你又不讓我繼續去 沒錯 我粗起了狀態 你又不讓我踢 十幾分鐘 你不讓我踢 還不讓我的朋友踢 那些有輸送 有合作的 你不讓 所以現在香港的觀眾 經常說一句 能夠阻止下能突入球 只有一個人 就是 歌順 就是領隊 可以阻止入球 我換走他 不是 霍盾和迪布尼 都是 不給他球 對 也行 你看他的 嘴型 就知道他有什麼事 迪布尼這幾場 他的狀態完全回來了 回來了 你根本看不到他 不能看他 你這些級數 怎樣看他 我們看球 不是只看入球 中場排排傳球 助攻 其實都很重要 這些更好看 沒錯 當然我們剛才提過亞洲球員 孫英敏和黃喜燦很經常給別人 大家作一個比較 兩位韓國球員 黃喜燦踢完什麼回來之後 亞洲輝 撞過狀態 好像傷了 傷了 又沉了一些 一場有球 這場有球 有球 即逐漸又好 現在又好一點 是 那幾個 那熱刺呢 老孫呢 前一陣子 就真的 又是狀態一般 是的 孫英敏我覺得 他比較慘一點 慘 因為他整隊球 即是熱刺整隊球 沒錯 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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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像 他不像萬聯那種散 萬聯 你看到他沒有鬥癡 個個沒有鬥癡 個個 但熱刺 看他 個個很有心 個個是跑動的 但是散 一盤散沙後面 一盤散沙 沒有領軍者後面 有中堅防線 後方 還有中場 沒有領導者 即是踢不到個方出來 沒有 兩隊球的比較 我比較喜歡 是看狼多 我看熱刺 因為狼 他們從升班上來都是作風 打死萬俗 他一直都是 他又達到目的 排12位 漢班又沒有我分 前面又沒有我分 我技術 明知自己技術 我就不跟你玩什麼 差傳不跟你玩什麼 我打簡單足球 好像富咸水晶工那些 我們季初的時候已經說過了 又是上一刻維持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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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可以留在這裏 水晶工 我們上一集都說了 四月之後 近幾場 全部傭作 不是偶有傭作 即是長長是傭作 華考未完 今場又數 萬聯四球 這些 我們很多時候說 到季尾的時候 在中間位置的球隊 是很難猜的 很難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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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排名來計數 熱刺就坐定粒 有閃失都會落後 對 理論上來說 它是坐定粒五 歐霸就一定打緊 即是亞瑟東維拉 它坐定粒四 沒有什麼 但它對曼城這關很難過 難不難過呢 你熱刺老實說 它是打風流波 不要那麼難過 我們說過 前三都在季尾 這幾個禮拜都要對著 越刺 已經是兩關 即是利物浦和阿瑟都贏了 萬成會不會過三關 也會贏萬一刺呢 心態上 希望越刺爭氣 對 但實際上 實際上 熱刺也是同城球隊 拱收雙藥 當然是給萬成 即是放水 是吧 即是陰無論 但事實上 你看熱刺的狀態和球員的併勁 怎麼跟萬成比 大佬 沒可能會來 真的 即是現在他的鬥志有 但一後防 後防不穩 中場做不到球 在剛才這一場 你見到孫希敏和魯孫在前面 真的沒有球 很慘 要自己回來 你看到魯孫的臉色 都知道 對球是幾差 兩個亞洲球員 黃喜站和孫希敏 兩個是否不下力 不是 我非常喜歡 你再加上這對車路士 踢起了上來的車路士 起一場二比零 是很正常的結果 所以我都說了 熱刺無能為力 他助力套五 他都無謂當 我跟阿興哥一樣 都希望他贏得 磨掉 難一難萬成 在下個星期幾 下個星期三 還有一場補賽 是 下個星期三 凌晨 即是星期二深夜 熱刺主場對曼城 看看他可不可以做到難路虎 幫到阿仙奴了 很難 很難 你都希望 反而我會覺得 富咸回來主場 我希望今個星期六 富咸應解決 富咸守和他 主場 不出奇 富咸最近有狀態 如果你寄望熱刺 不如我就落重飛 落去富咸 阿仙奴都要生勝 作合萬聯要贏 我們不是今天講 雖然我們是阿仙奴球迷 從季初講到現在 我們都是四個大字 可勝不穩 可勝不穩 你看他那天贏 帕斯茅夫 班尼茅夫 3比0 大勝 但實際上過去這幾場球 包括輸給維拉那場球 他都叫做可勝不穩 雖然你叫他大勝回來 只不過就是 他沒有入球的能力 把握力是弱的 他贏3比0 我覺得3比0合理 但應該一早已經贏3比0 說服力不夠 應該再入好些 更早入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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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入到3比0 有一場球 十二分鐘 就已經入球 但你去到下半場 才能入到另一個現場球 即是你那個銳利 你那個銳利 那個前面銳利感 不夠 不夠 所以如果你兩隊球 這樣比拼 比入 即是跟萬成這樣比的話 那萬成就贏了 但對本來的茅夫這場 阿奧隊長 真是很… 山 真是… 哪一場沒有他 哪一場去他 不是這樣 你說哪一場去他差 山卡落不到底 去幫山卡落底 是 再出來 所以你英國那些 蜜春記者選 他那麼低分 我覺得很好笑 不過今天 即是這個禮拜 他上去萬成 對萬聯的話 雖然作客 但以今天 阿仙奴的態勢 那個形勢 即是狀態 以萬聯那種散萬的打法 贏是應該沒問題的 不是呀 不是呀 萬聯他怕再跌低一點 他不降班就可以了 人家目標 最初是勾聯 勾聯不行 前四 他說 勾聯不行 勾霸都比我 現在勾協都未必打到 那不如索性不要打 打勾協來做蚊 是嗎 剛剛全力 我建議萬聯的球迷 和坦克 勾力 是欠足總盃冠軍 你贏了足總盃冠軍 就有機會打勾吧 是 好過勾協 好過打勾協 是 剛剛才數目自益 又不是一無所有四 沒錯 叫做我有冠軍 甚麼面子都拿回 沒錯 坦克可以留下 我都說簽了名要求支持他 過往萬事打比兩隊的比賽 就打得比 在過往阿輝爵爺年代 萬城那個實力是次一點都好 低於萬聯其實不止一班 但每次作賽的時候 都是打出超水準 但今天爭這個冠軍 又不在萬城那裡爭的 不在萬斯特市爭 是去倫敦英國的首府 首都倫敦 溫布倫球場 七萬幾八萬人去爭冠軍 但現在明顯是萬聯那個 我補充一點點 那天我入萬聯球場看球 全場球迷就是高唱這個 去溫布倫 大家很興奮 因為是去爭冠軍 對嗎 他說去看看對手怎樣喝杯 即是送個杯 溫布倫 不是去爭冠軍 所以我就寄予萬聯的球迷 萬聯的董事局 留力養傷 全力打好足足杯決賽 接下來的本州賽事 我想阿仙圖和萬城都不容有失 接下來都不容有失 所以都是非常緊張 其他來說 我想大家都好像沒什麼特別是很爭的 你不就抱維拉 是 你不抱維拉 兩隊都沒什麼很爭的了 你又坐定二哥 我坐定三哥 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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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普都不希望 希望有一個好的結局 還有兩場 那些行李都打包了 打好東西準備走了 另外有一場 車路士會不會大炒森林呢 車路士現在越打越好 連慶剛 上星期 不止一 這幾個星期鬧的職神 都生勝了 比我和你都入啦 胸和 其實他入兩球三球 兩球 其實他應該要入的 浪費了的 應該入浪費了的 不止三球 但起碼先刪勝了 還有長毛 長毛又入一球 長毛又刪勝了 不會亂走位 所以對森林 我覺得這一場有機會 都是三球以上 正勝 正勝三球以上 不會啊 大哥 這輛海鮮車我不夠 三球以上我不夠 是 好了 那有哪一場 你是相估 柳卡索對百里頓 這些又買大便好 是 打死罷就好了 反正他不會影響戰局 柳卡索有機會 都要爭 但是 柳卡索還要爭 有好看 韋斯行道律 對盧頓 盧頓 數字上有機會 不是啦 那我不拚了 所以 是嗎 大家都是十點鐘那場球 當然你說 盧頓他不是不勤力 即是他長長球都有球入 你對哪隊都有球入 沒辦法 你限於出數 當然 張三的外將陳達 下半季他出場的機會多了 多了 多於上半季 就是他的打法 張三之前也提出過問題 明年還有沒有機會踢英超 我覺得他如果踢中下游球隊 仍然有他的能力 沒有所謂的 就是英冠都可以操到 是的 都一樣可以操到 但 如果在英冠來講 他都應該是幾超班 我覺得他希望在荷蘭國家隊 大各腳 希望欠回席位 因為他在小各腳 都打了很多年 現在大各腳 以他現在的質素來講 我想應該是沒有什麼機 盧頓那場幫 我那天就看盧頓對奧蘭頓 傳統的英格蘭 英式的打法 傳統英式的打法 高大腳 長全急攻 這個就是好過哥迪奧蘭那些 在龍門開始慢慢踩上去 悶到你抽筋 兼且經常後防或龍門出座 甚至被人凹空門 這些玩法我不喜歡看 我反為快上快落 起碼那30分鐘 那45分鐘 很快出去你又覺得 嘩40分鐘 宋先生 你沒有看回我前幾集 我跟興哥講過 是 其實龍門開始做球 不是不行的 但是你想想自己 那些什麼人腳 以前巴塞 我跟興哥講 以前巴塞 都是從龍門開始做上來 但是人家那隊巴塞 人家是全盛時期的 巴塞那些什麼人腳 你昨晚看回蕭蜜峰也是 他十上十落 由後面一直撐上來 但是那種猜法 跟現在龍門交給左閘 左閘交給龍門 龍門交給中堅 中堅交給他 然後他又彈到右邊 那種玩法 老實講是悶彈 宋先生 交給中堅之後 通常被人捨門 跟著新波 跟著新波 選球體 當然 星期六你要看的話 看看富行能否幫到手 守得和萬成 但是以萬成今天 大隻仔的狀態 都很難按他 沒有上次他特地收起富行 看看富行能否找到專人 可以招呼得到 如果他踢完十分鐘 下一場對富行就沒有氣 會差一點 只要看他這個表情就知道 他只是吐大氣 一被人呼 氣到他死 十點鐘那場 你看尼爾卡索 或者看愛華頓 因為愛華頓 都是我們曾經的外隊 拖肥堂 愛華頓沒有什麼原念 沒有什麼原念 對阿仙龍 再休息 到星期二、星期三深夜 星期二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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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深夜 阿仕東韋 和利物浦和熱刺 對萬成 我就對熱刺沒有什麼原念 對熱刺沒有什麼原念 我覺得這兩場裡面 萬成有可能有一場會失分 對熱刺失分有機會 食你貴然 食你貴然 我們講了整季球 熱刺純粹手不攻你 你明白嗎 反正也是 或者中場做好一點 阿蘭就阿瑞 是啊 我贏不了不要緊 最緊要你補不了杯 給四個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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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不奇怪 真是的 會這樣踢的 是吧 承你貴然 我整季 我和張三整季講球 沒什麼幾可 我同意張三的理論 張三也沒什麼幾可 我同意我的理論 是啊 有些球迷 好像 我贏 我補不了不要緊 搞到你沒有補杯 最緊要的 哈哈哈哈 OK The London is Red OK 今個星期看球 大家看得開心些 OK 下個星期 我們再跟大家 有些檢查 OK 開心心 過個星期 下個星期見 拜拜 拜拜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